好热热 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有个想法 所以我就想说把它录起来 那什么想法呢 这边各位再看一看 当然不是这个啦 台湾核弹差异部 这不是我要讲的 今天早上我把它 好其实我感冒了 昨天一直打分替 所以等一下如果又打分替的话 请见谅 那今天我想 第一个先跟各位分享这个东西 那我记得我之前在UDN 曾经写了一篇 旅游大学的文章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那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下学期 去成大开课 然后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去过去 那修我的课他就有九学分 他就可以在那边混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也可以开阔眼界 那我也可以 因为各位知道我来这边已经十年了 那十年之内呢 其实你没有离开金门 你会发现身为一个写程式的 科技产业的人 没有离开金门 那就只能做高粱酒 那可是呢 我们又不是做高粱酒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 找个机会去台湾长期一点 但是西藏好像不太同意啊 我觉得那我开课开到成大去 然后那个教长跟我说 开课只能开在本校 如果是分布是可以 但是是跨校的话呢 是不行的 除非两校有合作 所以我就没办法 那个念头就打消了 然后想一想 那就用暑假吧 暑假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啊 反正暑假我爱干嘛就干嘛 而且我们的暑假还蛮长的 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所以我也想说 好 暑假我可以来学一点东西 去做一点研习 那想一想 其实学东西做研习 也怎么讲 只是单纯学而已 不够生产力 而且也不够 不够有有有有劲 那我这几年 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很多同学可能 你们都上过计算机结构 你们可能也知道 那我们想做一台 开放电脑 那开放电脑计划 我们就打算做开放电脑 可是 各位知道现在做开放电脑 就只有我一个人啊 那我们的专题生 全部都挂点了 那所以 有专题做的吗 有啊之前有 那一组做了之后 欸 很悲惨 那所以他们 后来决定 不做去做动画 那 后来 就挂点 那 可能难度太高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那他们是跟我说太难了 那但是 我还是继续做嘛 那一个人做 其实是 是 没有什么 太大的进展 那你在软体上面可能会有进展 可是有一些障碍你始终跨不过去 什么障碍 比如说 硬体啊 这个东西是学校的罩门啊 那你可以自己洗板子自己抓电路 但是那个东西拿出来是不能用的 OK 而且你要洗那么复杂的电脑主机板 那 那肯定是不行啊 行不通啊 还有FPGA的相关技术 那肯定行不通 不可能自己开一颗CPU 那绝对是做不到的 当然 如果你 你是郭董的话 或许做得到 那但是 但是这个不容易 所以呢 我就在想说 好那我有什么办法做 然后结果呢 嗯 其实在 上上学期 有一种 前面是开一颗也是做不到的 嗯 前面是开一颗 开什么 开一颗也是做不到的 开一颗什么东西 那CPU 开一颗CPU 那最后的 都开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形式 就是 就是 是一个正常型的 还是说 一个完整的架构 哦 你知道最贵的就是那一颗啊 是 最贵的是那一颗 不是那块板子 那块板子 比较便宜啊 贵的是那一颗 那一颗的价钱 跟那个板子的价钱 差了几千倍 几万的 啊 啊 那个 你要开一颗CPU的价钱 可以让台积电倒掉 哈哈 这样可以 对啊 这样 哦 那当然你如果 你如果是 比较小规模的 不要量产 那 试做的 OK 那那是有可能 那个用 国家晶片中心的资源 或许有可能 可是问题是 你怎么有那个技术呢 你用国家晶片中心 他给你CADENS 这样的软体可以去做 那你可以试做量产 那他们试做也不敢做CPU啊 试做做CPU 光是做CPU出来那个接角 你就不会接啦 下面整排全部都是真 你怎么接 他也不太可能让你做 色恶魔不杂的东西吧 所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困难 就是说 你如果 今天开一颗CPU 为什么CPU 全世界的量 那么少 其实他很贵 很贵 贵的不得了 那当然可以 有 真的有财力的人 是做得到的 那如果你是郭董 愿意请全鸿海之力 的钱去 压在一颗CPU上面 是做得到的 连巴哥其实有压 但是他其实都不敢全压 他压在一个叫做Andis的公司上面 Andis公司 他有自己设计CPU 但是我不确定 他们有没有量产 因为他那个特殊用途的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量产 还是说他最后是 使用FPGA去开 或CPLD去开 我不确定 那 所以 所以之前那个 啊 联巴哥的蔡明介说 要 要 呼吁两岸合工CPU 你看连联巴哥 都要呼吁合工了 那更何况是一个人 要怎么做 那 这是很困难 但是 困难 反过来讲 其实 我真的一定要开一颗硬体的CPU吗 其实我们想要的不是那个东西啊 我们想要的也不是真的去开一颗硬体的CPU啊 哇 方志宜来了 很好 刚好 可以看你对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 好 那 我们想要的不是一颗硬体的CPU 那 我们想要的是一台电脑 而且那台电脑有个特色 如果你现在做的电脑就是只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电脑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是不用再重复花那么大的 金钱和力气去做 那我们想要的那台电脑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要做 那我先看一件事情好了 我给各位看一件事情 让各位感觉一下 为什么 我觉得有机会有希望 好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adreno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adreno的历史 adreno的历史 adreno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人知道 adreno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 在adreno之前 其实大家都怎么 都也有人玩这个东西 叫单晶片 对不对 adreno之前单晶片大家都有怎么玩的 大部分的人都用8051 对不对 然后各式各样的8051晶片 但是好不好用 其实对专家来讲是好用的啦 其实对专家来讲是好用的啦 因为他洗进去的时候 他会需要一台机器 对对对 因为他不能够online的烧录嘛 他不能用单用电脑就烧录 他必须要先有一台烧录机 那这不方便 当然也有一些晶片 其实他提供了online烧录的功能 可是问题是 他最后可能会搭配一台烧录机 或者是你不需要烧录机 但是你要自己接线 自己接线自己开圆形板 然后自己把它插进去 再自己接USB 或是自己接那个RS232出来 然后再去烧 那当然不方便啊 ok 所以当adreno出现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开始大学生会玩 中学生会玩 小学生也会玩adreno ok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adreno本身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让这种单晶片的东西 变成普及化 每个人都可以玩 每个人都可以用 但adreno是怎么 谁 谁开发出来的 哪一个国家的人 知道吗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湾会做adreno这样东西的人多不多 不多 我觉得很多 知道吗 我觉得超级多的 会做adreno这样东西的人 其实超级多的 遍布全台湾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做出这样的东西 当然一个人要具备adreno的软硬体 能力其实是有点困难 两个人合起来其实是可以的 三个人或许就更好 那台湾具备这样能力的三个人 我们随便找就可以找出一坨拉股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展出adreno 树莓派resbury pie 也不是台湾发展出来的 但是台湾是全世界 你在那个区域 不需要依靠外力 就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的少数地方之一 各位知道树莓派的第一批一万棵 是委托到深圳和台湾这两个地方 制造出来 第一批的一万片板子是委托到台湾 和深圳两个地方做出来的 好所以呢 其实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做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做 为什么 我觉得归根结底 其实是一种 心态和文化的障碍 导致我们没有发明adreno 也没有发明树莓派 这能力和心态的障碍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不能卖钱吗 不能卖钱吗 对 这是关键 因为我们总是想着要赚钱 有谁会去做一个不能赚钱 然后还要投入心费进去 然后最后还说我要开放所有的原始码 包含硬体的线路 有谁会去做这个 因为你一旦开放了所有的原始码 和硬体线路之后 人家不就抄走了吗 人家就可以做了 那这是导致我们之所以没做的原因 可是到最后你看 台湾的电子资讯业已经 价值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低到现在其实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只撑啊 就算再低还是得撑 但是撑不下去怎么办 继续撑到很多公司撤出倒掉为次 大的继续活着 小的就纷纷的倒掉离开 那有些大的也倒了 那第一任的LCD大概都差不多挂了 那我们其实过去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产业能力 还是很值得使用 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我们怎么做 我觉得心态上面 如果做一点调整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 绝对不是没有优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rduino的例子 Arduino的核心开发团队 包括这个 Massimo Banzi Banzi 是不是 这个意大利人 然后呢 David 这个我不会念 Curtle 好 这个我真的不会念 Ego 这些人 那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005年的冬天呢 这个Massimo Banzi 跟这个David 讨论一个问题 那David 是一个西班牙籍的 晶片工程师 Banzi 他是 他是那个意大利的一个 科技设计学校的老师 OK 那他们常常找不到 好用的唯控制器 其实8051一直在用啊 对不对 但是 所谓便宜好用 是要让学生也会 很容易会用 而且不只学生 可能连 不是学生 也很容易会用 那所以 David 刚时在那个学校做 访问学者 所以他们讨论之后呢 就决定设计自己的电路板 然后在引路板 Banzi的学生 David 又是David 两个David 另一个David的电路板设计 编程语言 那就是现在Adreno的那个语言 其实那个语言 基本上是C++ 是C++ 但是他稍微更改了一下 两天之后 这个David Melis呢 就写出了程式嘛 再过三天电路板就完工了 这块电路板被命名为Adreno 好快啊 五天就做完啦 可以耶 有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有那个技术的时候 人凑齐了 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就是黑客松的目的吗 因为你一个 一个技术不可能掌握在 就所有技术不可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上 所以你要把这些人拼出来之后 然后去做就可以做得出来 你没有把他拼出来就做不出来嘛 那 所以呢 黑客松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有太多太多的 相关的 我看到的是 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 我叫它圆形科技 圆形不是那个 那个形状的那个圆形是 Prototype 圆形 Prototype Technology 那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棒 因为Prototype Technology 包含像Adreno 包含树莓派 包含传统的面包板 包含3D印表机 包含电路雕刻机 以及包含最近才 越来越被重视 被创业者创出来的那种 电路印表机 还有电路手写笔 这些都是 都是可以用来做你 机器的圆形的东西 那 在台湾其实我们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 生产的能力 全世界目前大概还会 主要会生产这个东西的 两个地方 主力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湾 从台北 桃园到新竹的这个科技走廊 第二个是深圳 OK 所以深圳的那个 那个山寨产业很发达 对不对 OK 山寨基很发达 那台湾呢 是整个台北到新竹 其实是整个制造 过去 过去几十年的 那个全球的 硬体制造中心 和设计中心 那可是 可是我们没有发明阿彌陵 我们也没有发明树莓派 那我觉得是心态问题 其实这方面的人才很多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在想 我有必要自己去去学洗电路板吗 就算我洗出来我也洗了不能卖 我有必要把全部东西都一手包下来自己做完吗 然后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阿彌陵的研习会在金门高纸 然后就碰到一个学长 那个学长是交大支科找我好几件 然后我就跟他聊 我突然就在想说 我就在问他一些技术问题 比如说 那你们 他们自己做了阿彌陵的板子 自己做了阿彌陵的附加板 然后来 学校推广 OK 我去上课上免钱的 当然其实金门高纸的人 其实他们那边 他们有 有买了一些他的 他的那个设备 所以他就来讲 但是其实他还蛮热血的 那我们看到说 OK他很愿意开放原始码 硬体我不确定 但是他很愿意开放软体的原始码 我还没跟他 讨论到硬体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说 OK 其实他们所懂的那些东西 我们 没办法做 譬如说他们可以洗出 这种电路板 很高品质的电路板 他们可以很 可以做出来 但他们很多也不是自己做 他最后还是委托了 某些厂商帮他做 但是他可以设计的很完整 然后确认都没有问题 再交去给厂商 开模开始去做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会的 我们做不到 但是这件事情正好是台湾这几十年累积起来最强的东西 台湾的板子工业 其实台湾一直在IC工业上面不是真的非常强 但是在板子工业上面非常强 IC是在金元代工的制造那部分 但是中间其实有一点断层 设计是有一些 但是 设计部分就弱一点的 那在中间断层 然后再接到板子 其实这块没有跨过去的 所以当台湾如果 如果这一群人 未来可能二十年之内 这群人就 就会face out 就会被时代淘汰 或者是慢慢的老了 慢慢的死掉或干嘛的 又找不到这些人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 目前还存在的优势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会做出 有能力做Arduino的人 我相信 恐怕有上万 但是呢 我们真的去做Arduino的人是零 我们去发明Arduino 这种东西出来的人是零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心态问题 心态问题 那我们会发明树莓派 我们没发明树莓派 也是同样的原因 我们有能力做出那些板子的 有超级多的 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堆人 他们公司就正在做这个板子 上次还有一个人免费送了我一块 因为他去大学呢 推广他们的板子 那些大学老师说 我干嘛要用你的 我用Arduino就好 我干嘛要用这么高级的板子 因为他的板子是那个Arm的CPU 而且可以跑Linux 而且洗得非常棒 比树莓派可能还好很多 OK 能力更强 但是 他们的板子 我一直把它 还没有把它裁缝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一直在上课嘛 然后要准备交台之类很忙 然后呢 同样的上次也有另外一家做FPGA的 他借了我一块FPGA板 我也一直没有时间去用它 但是 我就觉得 那人家很好心借我板子 我没有去用 实在是很抱歉 可是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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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这个东西 你每一个人做 其实是 是孤立无援 所以 我们打算 用黑客松的方式来做 OK 那所以今年的暑假 我大概约好 目前跟城大的苏尔越好是越好 我可能会去 如果地点是在城大的话 我可能就会去城大 不管 是住他们的宿舍 还是要外面租个房子住 可能就会去那边 然后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会再做Arduino 也不会再做树莓派 那我们要做什么 好 我们要做什么 这是个 有趣的问题 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这个 嗯 跳出来 好 抱歉 好 我们要做这个 所以我打算 弄个黑客松 那就今年的暑假 预定7月7号 可是刚 刚刚有个朋友说 啊礼拜一哦 不行 我想说 底早要7月5号或6号 因为7月 6月30号 我又要去参加一个演习 我觉得 那个演习蛮棒 可以参加 那参加完之后 我们就去那边做两个月 那书文艺在问我空间要多大 我还没有办法告诉他 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 所以我跟他说 我目前正在统计当中 那 当然 其实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 黑客松这种事情 或者是开放的什么这种事情 就是 你不要去给压力 人来就很好了 来了就吃吃喝喝 然后就开始做就好了 然后呢 稍微 稍微请大家吃点东西的钱 我还是有的 那 或者是稍微买一下 基本的配备的东西的钱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的 但是要叫我开个经典厂 我是做不到的 或者是叫我开一颗IC 请家荡产 也开不出来 对不对 那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想说 OK 那怎么做呢 那 方法就是 我们用FPGA嘛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 一台完全可以改的电脑 连CPU都可以改 那FPGA不就是刚好有这个特性吗 那上次 那个北汉科技的 的 总经理还特别拿了一块板子来借我 从台北飞到金门来 那 我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做 可是问题是 重点是 你要做就要做Open Source 你要有开放的心态 而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又变成专利 又变成产品 又变成那个 Arduino他也做了 他Open Source了 但是他有没有赚钱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或许他真的有赚钱 我不知道 那如果我们要做的话 对学校来讲 其实就是要做Open Source 我们以往往往跟业界合作的时候 碰到一个瓶颈就是利益的问题 摆不平 到最后大家都想要 最后的那个利益 可是东西都还没出来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Open Source的方式的话 根本就不要利益的问题 全部都Open Source 从头到尾彻底Open Source 就没有利益的问题了 大家都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那大家就是出力啊 然后最后呢 真的要卖的时候 需要产品 设计出来 通通都确定之后呢 需要钱 那批钱呢 要做第一批的 第一批的市场 OK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 所以 当你东西出来之后 就可以来 看你要用Kickstar 或Flying V 然后呢 怎么做 上线去啊 反正我们东西都做出来 上线去 只要 贊助 比如说那一套 如果假设5000的话 只要贊助5000的人 产品出来 我就寄给你一套 Flying V和Kickstar 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结果上次那个太阳化的时候 不就 几天 几小时之内 好像就募到了600多万 还看了纽约时报的广告 还看了那个 那个苹果日报的广告 OK 可以的 我们可以这样做 所以 我就打算说 OK 那我们就来 试一次吧 反正暑假的时间 我就把它投进去 就放在这里 那我也很久很久没出去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机会 好 所以呢 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 一台 连CPU都可以修改的 或者是重新 自己设计CPU的电脑 很可能是采用FPGA 另外还有一个CPLD 但是CPLD通常容量比较小 那CPLD有一个好处是 它烧进去之后就固定 FPGA是每次开机就要重展 那这是不太一样 那可是FPGA的容量通常比较大 CPLD的容量通常比较小 那所以要做CPU的话呢 可能要用FPGA比较好 不只是CPU 是整台电脑 那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从硬体到软体 全部open source 就像Arduino或RexperiPi这样 但事实上 Arduino跟RexperiPi 虽然它的板子open source 但是它有个地方 没open source 你知道是哪里 其实也不是他愿意的啊 他其实想open source 但是没办法 因为CPU啊 那里面的CPU呢 Arduino跟RexperiPi 在Arduino里面使用的CPU是那个 ADMega 就是那个AVR的一个晶片 那RexperiPi好像是用Arm的样子 Cortex 所以 他们那些都是 都是厂商的 专有CPU啊 这是不能open source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会觉得 那我怎么样子 教计算机结构 我怎么样子 教大家设计CPU 这是个问题喔 那我们 在场可能有一些同学 有上过我的计算机结构 你有看到我们在设计 但是最后我们用Vlog在跑 然后最多我录影片 放到Aterra的板子上面 像我们有D270的板子上面 然后呢 甚至我没有办法在课堂上 当场稍给各位看 因为 那个电脑编译真的好久 所以 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 对 不管是教学 做研究 会是很重要的 一台可以完全全部 从硬体到软体 全部开放原始码 可以你重新全部自己打造成那种电脑 我觉得对 对 资讯或电池领域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既然要做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希望它是开放弹性 好理解学习 尽可能的好修改 那所以呢 FBGA 今天挂上去 就像Arduino上面 就只有旁边几个Port 你爱插什么线路自己插 但是呢 你也可以再加Win 加它的翅膀 翅膀的板子 再继续延伸出去也可以 那这会形成像Arduino一样的 这样的周边产业 但是 事实上我们想做的那个东西呢 就 其实就是像Aterra或Lilinx 他们做的那个东西 可是那些都是他们的专有技术 Aterra跟Lilinx的FBGA板是完全不相容 那烧路的办法什么都不一样 那如果今天Arduino和Lilinx 拥抱OpenSource的话 他们就应该出那种东西 但是 这牵涉到厂商啊 那他都OpenSource 他怎么活啊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现有的大厂绝对不会想这样做 那但是我们学术界真正需要的梦幻基种 就是这种东西 比如想想如果我弄了一个这个东西之后 那个CPU的进展会不会更快 现在CPU都掌握在一些少数人的手里 其实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有所谓的OpenRisk OpenRisk OpenRisk是一种 开源的精简指令级的CPU 其实设计的还不错 中国大陆也很多人在研究 像那个程大的苏仁丽老师 他有一些学生有在移植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力量都分散了 他也做 另外也有人做 我也在做 大家力量都分散了 这样子根本就做不出什么东西啊 所以 我打算说 OK这个黑客搜把力量集中 不管是学术界或产业界把力量集中 就做一个这个东西 当然要认同啦 有些人或许会认同这种想法 还是进来做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台 对OpenSource最有利的 最有吸引力的手机或电脑 不只是电脑 因为手机现在就是电脑 OK 那我们要比的就是透明 最好外壳也做成透明 外壳只是为了防灰尘而已 对吧 你看那个Riskable Reply 外壳不就是透明的吧 其实他是没有外壳的啦 是后来的人要帮他加上去外壳 那我继续讲 下课就先不下课 需要休息就自行休息 然后呢 不只外壳是透明的 裡面的线路 通通都赤裸裸的呈现 然后呢 CPU也是可以修改 那这就得要用FBGI CPU都可以全部重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善用圆形科技啊 我们的想法就是善用圆形科技 像Arduino啊 FPGA啊 Lessbury Pie啊 麵包板啊 3D印表机 这些东西都是圆形科技 我们就拿来用 然后先做个圆形 然后呢 要找厂商来生产这个圆形 其实不会太难 只要你原型做得出来 我相信找厂商来生产 台湾 绝对有 但问题在前 你做得出来 我觉得就有机会 去找到生产的钱 FLYV OK啊 Kickstart OK啊 甚至写信找郭董投资 OK啊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做得出来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 开源FPGA的电脑 其实就是一个Keyler Device 虽然它不是一个大众 但是它对学术生态 绝对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这些我们不擅长 学校最不擅长的硬体设计 和量产的技术 就由业绩来处理就好 这样 我们一直在做什么 铲学铲学 其实到最后都骗人 铲学到底做出了什么东西 很少看到 真的 把这些人拼起来黑客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机会做铲学 合作 所以我们会参考一些对象 那这些对象 其实我稍微survey过了 第一个就是Papillo Papillo Papillo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 Papillo 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 开放原始码的FPGA版 它也已经上面有写了FER 和一些古代的CPU OK 那甚至它上面可以玩那个小精灵 那它有做啊 其实不是没有 这种东西已经有 已经有 那一定有人会问 那已经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我觉得这就是个迷思 就是 如果你 很多很多同学 你们专题最苦恼的问题就是 每次上专题 然后去报告的时候 然后呢 下面老师就吐槽 对不对 啊这个东西 什么什么已经有了啊 已经有了 你为什么还做这个 那你不能回答那个老师说 那老师你曾经做过什么 从来没有的东西 那我不能讲啊 对啊你会被当掉啊 对啊 OK 很简单 但是 已经有的东西就不能做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啊 已经有的东西再做一遍很好啊 这就是学东西啊 所以每次我看到有同学这样背貌 我都觉得很心不安 但是 我也不能当着面啊 最后我最后可能补充的时候 稍微安慰你两句 我觉得是这样啊 所以 不代表已经有东西不能做 已经有的东西还可以做 轮胎可以发明一百次啊 什么关系呢 现在还不是那么多公司在做轮胎 你做了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你才会改进嘛 那Papillo 到现在为止 我即使我 我问那个北汉科技的老板 他都没听过 他说啊原来有这种东西啊 他们自己在做FPGA 对啊 所以 显然 Papillo 我连第一块都还没拿到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买 那个 似乎是印度做出来的 但是呢 他的卖的管道只有 只有印度和另外一个国际的网站 我还没去买 那另外北汉科技 其实他有借了我一块 OK 那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不过他们的价位其实不低就是 那另外 Atera这个就是现有的厂商啊 那个FPGA的大厂 LiLens是更大 比Atera更大 那 Racebook Repire 这个是可以参考 我们参考的是说 他的设计想法 设计理念 其实就是把他的CPU换掉 变成FPGA嘛 尽量把周边的东西 尽量再减少 其实Racebook Repire 已经减的很少了啦 再减少一点 因为改成FPGA 应该还可以再减少 Arduino 他本来也就很少了 那 另外一个是Hengi 国民机 那这也是我们参考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前一阵子 钱锋翔被我们 五千个站拱出来说 他要做全台湾第一支 国民机 那也不是第一支 因为之前有人说要做国民机 结果好像骗人喔 事实上是找深圳代工的 那所以 所以就被人家认为是骗人 他就很不满 他就发了一个信息说 如果集到五千个站 我也要做国民机喔 结果我们就马上 把他推到五千个站以上 变快一万个 他就只好跳下去做国民机 那这个Hengi里面呢 他们正在如火如土地做 对 里面的人才当然可以好用啊 那些做过OpenMocal的人 很赞啊 台湾其实不是没有人才 绝对不是 那分工目前呢 就比较明确的就是我 我一定会投入 再来就是苏维玉 基本上我想他也会投入 他刚好 他说他们八月 八月的时候 本来就要办一个研习 目的是要教学生 那下来我把他搞得很大 所以他就在问我说 那到底要准备多大的场地才够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要先统计一下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多人 真正会投入的 跟只是看到这个讯息按讚的 那个是差异很大的 就像 就像 大部分的太阳花 其实都是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人的 大部分的太阳花 都是小猫两三只 然后就 就 就没没起来 那可是 有时候你就 会碰到很多人 那不一定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 所以呢 是否因为他们比较强 因为他们成大 那 人才记记 然后 而且呢 已经有博士班 有硕士班 然后他们也已经做了好久 那他们最近在 在移植那个open risk 的核心 那他还可以做多核心的 多mati code 然后 FREE RTOS 我猜就是 翟瑟夫的那个 翟瑟夫的 设计的那个 RTOS 就是 就是即使作为系统 那 也可以 挂Linux OS 然后 这是他在FB上面 发的一个讯息 就回应我的那个讯息 然后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大概只能够把那个CPU0 po上去 然后开始 开始想办法挂一些东西上去 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我就说 那我来弄个单额心 MMU的版本 这个没办法 激素层次还不够 那目前呢 当然我是100%确定 那 苏瑟玉我猜 他应该也差不多确定 另外有一些朋友 也在讲 北汉科技 我正在跟他们联络 那另外有一些网路上面 我一直知道 能力 很不错 然后 我会再多联络一下 还有一些 城市人杂志志愿 之类的 我们可以再来 再来找 那当然我们想要的目标呢 会必须要一些参考的对象 那第一个参考的对象就是Papillo 那这是Papillo的产品 你就看到其实 他除了这一块FPGA以外 其他的东西不多了 这块是他的FPGA的那个晶片 但是这一块晶片呢 我想应该也是Aterra后来Links 然后他这边有一些Port 就像那个Arduino那样可以接出来 可以让你接出来 然后 他这边有写 是 Open Source FPGA Project Intended for Education Habbit Engineers Or Anyone Interest In Learning Digital Electronics In a Friendly Community Community 其实他想做的跟我们想做的 似乎是一样 他已经做了 他比我们领先 但是我觉得 台湾可以做 因为台湾有这个能力做 台湾硬体产业比印度还强 这个看起来是印度做的 印度的软体产业比较强 台湾的硬体产业比较强 所以 他有FPGA 然后 SOC这样的设计 所以他 在里面又用了FPGA再去挂一个 仿造AVR指令级的晶片 仿造ZP ZP Uno 指令级的晶片 那 所以他 后面其实 这个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直接搜寻好 好 Papillo 光是打这个真的找不到 你要打FPGA才找不到 不然都是什么酒店的讯息 所以很少人知道这个 Papillo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 这是他的东西 那这边有 他的demo 那demo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玩小精灵之类的 接上荧幕就可以用 这不就是一个树莓派吗 就很像啊 只是他是那部PGA版的嘛 对不对 非常像啊 你可以去挂一些其他东西上去嘛 写一些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学术界或研究领域非常非常重要 那目前只有Papillo 其实我们应该也会去买 买一片来用看 或买几片来用看 那 模仿 是最快 你模仿 那 了解人家的原理之后 你才 会去做 有办法去做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台湾有 有厂商会做 可惜 还不是Open Source 所以我正在跟他们联络 如果他们愿意投入 直接做Open Source 硬体就搞定了 根本就不需要 去参考这个 那 哪一个 硬体就这样搞定呢 可以看到这个 北汉科技的 OK 他们已经做了 他们已经做出来 我手上也有一片 他借我的啊 OK 这个东西就是FPGA版啊 然后他已经这些外接的东西都有了 也可以烧了 最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 他的烧录器 必须要你灌Atera的Quartus 2 或者是灌Lilinx的EDK 他自己没有 因为台湾其实是做硬体的 不是做软体的 那些都是累积了很久的 软体的技术 但是 其实现在有iColors 他很快也会跑模拟 我其实非常喜欢iColors 因为 你如果曾经用过Quartus 2的话 你会发现 我把那个程式贴上去 开始做Compile 然后呢 半个小时之后才Compile完 然后呢 你把那个程式贴在 贴在那个iColors 用iColors去跑 一秒钟不用一秒钟 零点几秒就跑完了 那 为什么 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完全 两种不同的技术 他那个Compile完之后 Quartus 2 Compile完之后 就是可以烧进去的那种状况 而且最佳化都做好 那 iColors呢 他根本不是 他是模拟的 他是模拟的 他没有做出那个 可以烧入FPGA的东西 他纯粹是用 用那个 暂存器转移的那种方法 在做模拟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如果 我们可以把 iColors 加上烧入功能 我觉得这就非常梦幻 iColors加上烧入 我们其实只要那个烧入器就好了 我只要那个烧入器 然后让他可以编译成 FBGA的格式就好 那好像是E卡洛斯 你 iColors iColors 我只知道他的英文 那 那 英文就是 iColors iColors 或 我是念iColors 我不知道怎么念 或许念iColors 或许念iColors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 那 那有人知道怎麼唸嗎? 因為他那上面畫好像是一個 有點類似就是有一個翅膀的人 他那個有翅膀的人唸成伊卡惡斯 唸成伊卡惡斯 OK好那我們再更正過來 所以 那應該就是他取那個 取那個希臘神話裡面的之類的 的那個角色 其實我們可以問一下Google 問一下Google就知道了 可能是因為有跟燒路有關嗎? 反正也燒進去 倒一倒下來 帶著虛假期 對這樣我也有想過的問題 確定我有想過的感覺 我想過的問題 好我們請伊卡洛斯 不錯耶 還有這個 Ic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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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所以呢 更正過來 唸錯了要更正過來 Icarus 再列拼 Icarus 這個我有想過的問題 但好像太不起遇了 那 因為伊卡洛斯的那個 就是 什麼飛上太陽 然後到最後就是 就是被燃燒 所以它是希臘神話裡面的人物 Icarus 好 很好 有學到一個英文字的 Icarus 我覺得如果可以把Icarus 加上燒入功能 那就很完美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那麼複雜的Quartus 或者EDK 我們不需要那麼複雜 但如果我們現在沒辦法做到這個軟體的話 也沒關係 因為他們其實硬體都做好 我們可以先用Quartus 或EDK去燒 OK 那等到我們真的有辦法 自己做燒入的程式的時候 再把它加到OpenSource裡面就好 OK 好 所以這個是北漢科技的產品 那 我給各位看一下北漢 這個剛剛看的是Papurium 這個畫面很煩 都拿不掉 壓壓壓 你看看 看也是北漢 好 好 那這是他們在做的 那他們已經有做了這麼多產品 當然其實不便宜喔 他 他這些東西其實有些還蠻貴 你看這個是700塊 還有更貴的 哇 USD喔 不是台幣喔 USD USD 2萬9 這個我絕對買不起 目前我手上有的是 這一塊C4 700塊 我就買不起了 我覺得 花700塊美金去買這個 我實在買不下手 那這一塊的話就還好 200塊美金 OK 大概六七千塊 那這個我就買得下手 OK的 不過我不用買 因為他有借我 幹嘛買 好 那不過如果需要的時候還是 如果他們一起合作的話 那就最好 就是 就是我們就 就比較有機會 連硬體都做出來 那這個是北漢的老闆 那他有推薦一個工程師給我 我說你要找個工程師能 能教我用才行 但是我一直還沒 還沒有什麼時間去 try 那個板子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產出 從主計畫裡面產出一塊FBGA板 可以掃入 OK 那這個如果是北漢加進來的話 其實就可以 問題是 要open source 這點對他們來講 可能會是有點為難 要open source的東西 其實台灣廠商 願意做的我想 可能不是很多 副產品是 有機會研究一下他的殺戮程式 如果有辦法的話 就自己弄一個出來 就不要再依賴 依賴那個 Arterra後來 來認識的產品 那這種東西會衍生出來 不少東西 譬如說 變裝置 變異器 主力器 虛擬機 OS 作業系統 FBGA手機 你可以做一顆 做一顆自FBGA手機 但是為什麼要做FBGA手機 其實 如果你研究用的想法的話 那個手機不用很想 你可以做的很大沒關係 因為只是研究用 那你就等於是 帶了一個比較 比較彈性的手機 你隨時可以改 然後可以 可以 可以測試啊 從硬體到軟體 全部都可以自己修改 把手機變成Arduino的那種東西 那所以這裡就會有子計畫 那子計畫 像數位運 他們就已經把OpenRisk 已經移植都快好了 那他們也有 學生已經有 很有經驗了 已經把OpenRisk 可以移植了 移植的差不多了 那另外 周邊裝置 可能還是個問題 因為我發現 他們可能 周邊裝置還沒做得很完整 那不過 已經 CPU移植過去 周邊裝置應該 他們也有控制一兩個 那 Lanes啊 之類的 GCC2O券 這個大概 他們都已經非常熟 那 而且都已經 怎麼樣子 在 產生OpenRisk 去 是OpenRisk上面 跑的嗎 怎麼樣子放到 放到板子上面 再怎麼樣去執行 我想他們應該都有 好 那 所以 他的平台當然就是 主計畫所 用的那個 FPGA板 所做的那個 FPGA板 但是 一開始模擬的時候 其實應該可能還會 先在 AtheraO2 上面跑 那 紫計畫2 我就在想說 那我也可以用個 紫計畫對不對 就CPU0 真的把他實作 燒上去 然後 他們不是會 做一些周邊裝置嗎 就拿來 套在我的 處理器上面 其實我哥哥也已經把 把 C元的變異器移植到 CPU0上面 他還寫了一本書 那本書還被 那個 LLVM官方 搜入到他們的官方網站裡面 那 那所以其實 如果 即使要PO Linux的話 我覺得 也有足夠的信心 可以做 因為LLVM 大概也可以吃下Linux 好 那剩下的呢 就是 我們還是一樣 我的習慣都是 其實我的目的是在寫書 或文章 所以 我真正 真正 比較常在做的事情 然後 我們希望能夠 也一樣 放在主計畫的板子上面 好 所以我就發了這個訊息 我希望說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參加 這樣一個 A克松 OK 那 我呢 大概今年的暑假就會 全部都待在這個 A克松的場地 當然不是一直待 就是 晚上還是要回去 回去住的地方 但是我會直接搬到那邊 直接搬到那邊 直接搬到那邊 租個 租個房子 或者是看他們有沒有宿舍 直接搬到那邊 而且呢 我會買一台筆電 把該帶的家伙全部帶過去 就直接在那邊住了 那很久沒這樣搞 那 最近 覺得 應該這樣做一次 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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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暑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一起 關自己有沒有興趣啊 哈哈 那時候我剛才搭回去了吧 你應該去上班了 是不是 我還沒確定 還沒確定 還沒確定 如果那時候還沒上班 就來啊 那搞不好你會 也不一定在台南啊 因為 我還沒確定地點 搞不好 如果台南不行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像那個 台北的Fable Lab 新竹 也有一些Fable Lab 那我們就去Fable Lab 跟他住一下場地 然後 然後 其實Fable Lab的經營者 通常都很熱血 搞不好免費給我們用的規定 那 就 就這樣子 我們去那邊 就給他住個兩個月 啊 台北新竹我都很有地方住 所以根本不用住班子 沒有問題 反而是台南 我沒地方住 得要住班子 那 那 目前因為蘇鵝魚在那邊嘛 所以我覺得 欸 台南還是比較適合 所以雖然要住房子 我覺得還是可以 那如果台北新竹的話 我就完全不需要住房子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 第一個想跟大家講的是這個 我們想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 能不能做得出來 其實完全沒把握 但是呢 我覺得 我做不出來 不代表別人做不出來 那 可是呢 別人做得出來 我可以跟他學 那 我做的一些東西 我也可以告訴別人 那 所以這樣子互相交流 有些人擅長硬體 有些人擅長軟體 有些人擅長寫書 像我就是那種 我覺得我比較擅長寫書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串連起來 其實黑客松本來就是一個集體智力的結果 就像Arduino的發明也需要那三個人一樣 那三個人湊起來就是Arduino 那同樣的 我想先湊湊看 能不能湊出一個 一個FPGA Arduino 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 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參加 那今天那個 那個誰沒來 二年級的那位同學 林玉倫 林玉倫 對 林玉倫沒來 因為他 他家就在台南的樣子 所以 他上次說 我在說引游大學的時候 他說 他很有興趣要去 那現在如果我是暑假去的話 我想 或許他有 有興趣 所以 有興趣也可以來 其他同學有興趣也可以來 就算你 不會寫程式通通都不會 沒關係 你可以來 那他去人要幹嘛 吃飯 真的 吃飯 聊天 跑槌 或者是 幫大家加油打氣 或幹嘛的都可以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本來就不是 不是一種 只有會寫程式的人 才可以參加的 老師我有問題 那北漢科技有替代名單嗎 替代名單 目前我還不清楚 那北漢我是覺得最適合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 或許我找Kensen州啊 或者是在政府啊 他們在業界經驗都比較會前鋒響啊 他們都會比較知道 他們都會比較知道 那我握著 我在城市的雜誌發個文啊 再詢問一下 還有其他的廠商嗎 那目前我已經寄給北漢科技了 那我已經 我好久沒回他信了 他那個信 最近回了他說 然後今天早上才回他 所以或許等一下我會看到他的回去訊息也不一定 大概是這樣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使用很多有專利的東西 有可能 對 那其實也不是說完全不能用有專利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盡量減少 最好是到最後把全部有專利的都拿掉 那可不可以使用那種雙授權 就是說 也可以啊 非商業用途的話就可以自由 也可以啊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限制啊 當然我們是希望越開放越好 那像Arduino他也是希望越開放越好 但是像那個CPU就不可能 不可能拿到一個open source的自己開模的CPU 又很便宜了啊 對 就不容易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就是進一步了 我們把CPU也拿來可以自己改 完全自己改 那其實這本來應該是Atero會來做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他們不會 不會這樣搞 這樣搞的話他們的員工可能就要喝西北公 所以他們應該不太願意 可是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的產業啊 像台灣的產業是這樣 你做到利潤很低的時候呢 怎麼辦 不做了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辦法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好 最低的利潤就是零啊 對不對 最低的利潤就是零啊 open source就是零 open source都沒有獲利啊 但是其實有些open source公司還是獲利 對不對 那ubuntu公司還活得好好的 對不對 那是因為背後有金主吧 金主買的 有一些是金主 但是他們也有些獲利管道 因為他們是賣服務的 像open source的公司很多是賣服務的 像從前那個 Richard Domen 他創出了肯禄組織 然後做GCC這些東西之後 他發現說 欸 居然他可以知道錢 為什麼 其實賺的不多啦 其實他可以賺更多 他可以賺到錢 因為很多公司都叫他 去幫他改GCC 去修理一下 為他們客資化一下 所以他們就會 他會堅持說 即使客資化 你還是要 還是要open source 但是他們還是會付他錢 是一定要有足夠的社群來支援才行 嗯 一開始 要不然他就變成像keystarter 那種一次性的計畫 有時候 那種一次性的硬體計畫做出來之後 他就這樣結束掉了 嗯 有可能啊 有可能 絕對是有可能 會掛掉的機會 比會活下來的機會多很多啦 但是這不代表說 嗯 一定會掛掉 所以還是有機會 我想說 看到剛剛那個 印度那邊的那個問題 他們連在產業界的人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們沒有去營造 營造那個 氛圍 或是主動的宣傳 嗯 但是其實宣傳又是錢 那是問題 你沒有錢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宣傳 可以先做出來的話 這是教育的用途 所以可以先從學校開始 可以啊 就是主動 讓學生配合出資源社群 或許 我在想 或許在印度 他們 有 有 有些客戶 對 那 可是在台灣 可能好像就沒有看到有人用 但是事實上 我有碰過一個網友 他說他有買一塊 而且他那時候才剛訂 還沒有擠過來 可是那種 那種用戶都是非常深度的玩家 或是重度的使用者 他一開始就可以最先接觸到這種資訊 可是這個的目標看起來 像是要給學生使用的 其實我們的目標 要不只是學生 包含深度玩家 因為會自己設計CPU的人 怎麼可能 不是深度玩家 可是 可是我講的是 深度玩家 他們自己就會主動去找這些訊息 他們一定不會漏掉這些東西 他們會去搜集全部有關的任何信息 然後去在這上面做專案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 因為 即使是 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資訊領域很大 大的不得了 會想 做FPGA 又想要open source的 目前大概 大概 很多人想不想想 他真的會想說 要去買 買一個open source的板子來用的 其實 不見得很多 有很多學校老師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papilla這種東西 我 我碰過的人 玩5GA 譬如說你問李金濤老師 你知道papilla嗎 可能會不知道 他在教FPGA的課 是嗎 那他們會知道papilla嗎 應該很少 你問趙雨翔老師 知不知道 應該很少 我是特別偏好open source 我才會去搜尋這個東西 我剛才看那個板子的價錢 好像有點太高了 你說北漢的嗎 那控制成本也在計畫之內嗎 暫時先不管這件事 這是我們目前無能為力的東西 但是慢慢的 你先想到最後 最後就是由那個硬體那邊 他們去評估到底這個成本要多少 這是我評估不出來 我完全沒有經驗 對 因為想說 像剛才提到那種專業問題 要是沒講好的話 他就一定會給出一個不漂亮的數字 在市場上面 完全沒有那個競爭力的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 open source 這種東西有時候 不是價錢的問題 你知道嗎 很想要你這種東西的人 他願意出高價的也有 但是你量能夠多大 我猜這個量大概大不到哪裡去 他不可能像Arduino那麼普及 因為會玩CPU的人不多 所以去想要寫CPU的人不多 如果哪一天你看到 連小學生都在寫CPU的時候 那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但是如果哪一天呢 我們的台灣的小學生都在寫CPU 但是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話 讓我覺得 我們的前途無可限量 那個國力絕對不是現在這樣子 好 我在期待CPU的小學看你寫CPU 有有有 那個其實 其實那個 那個 欸 剛好又碰到這個 剛好那個 前兩天 蘇老師傳訊息給我 他們也在做這種事 為育幼宴和偏鄉兒童做城市教育計畫 所以呢 他就在跟我講說 幫我推一下 OK 那 我覺得很好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因為我FB有時候常常漏掉 然後 然後 我又覺得 欸 那 他們其實也 他也不是只做FB絕對 他其實 還做通訊領域的東西 他對通訊領域很熟 但是 他們也做這種很惡邪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 那 那有機會 我 我比較有空 我就在寫 寫來幫他推一下 對啊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透過 我跟他沒有碰過面 但是透過網路 其實我覺得會 找到一些 專業的朋友 那 如果沒有網路的話 我大概也不會 不會常常跟他聊 然後不會因此而 而 知道他 然後 然後 知道說他正在做什麼 然後 所以 當他po了一些訊息 有時候我看到 那 真的很棒 那所以 那個林育樂 來 這個是你沒聽到的 好 今年 暑假 有 剛才出文田看到 FPGA 開放FPGA 電腦創世機 黑客收 可以來跟我們一起 好吧 那我 我們目前 目前暫時的目標 是在 陳大 那 我已經跟他聊過 跟蘇文玉老師聊過 那他現在 問題是 空間到底要多大 他怕我弄太多人 搞得太多人去 他空間弄他不下 那 剩下的應該還好 那如果 陳大 陳大我覺得是 是不錯的地方 那如果 不行的話 就台北的FAVLAB 台中FAVLAB 或 台南高雄的FAVLAB 都可以 那目前大概是這樣 但是 FAVLAB的空間也都不會很大 所以 如果真的搞太多人的話 可能也沒辦法 可是我相信也不會太多人 能夠 能夠出現到幾十個人 那是已經 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不過 蘇文玉那邊 光他的學生可能 就有幾十個人 所以應該 應該也不會太少人才對 好 OK 所以呢 有興趣的歡迎來 參加我們這個 創世紀黑客松 好不好 那 你不用覺得說 我不會啊 或者是 我不會寫程式 或幹嘛的 其實就是 體驗一下文化也不錯 而且 搞不好黑客松到一半 我們 八月幾號 可能Cost Hub 開會 開會 對不對 Cost Hub開會的話 搞不好一堆人 又從那個 那個 台南幼沙上來 對不對 然後開完會再回去 然後 在Cost Hub上面 順便宣傳一下 對不對 對 有可能 反正我就是整個 暑假就待在那裡了 那 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來 我有開了一個社團 我習慣都Facebook開社團 那 所以呢 那 所以呢 那個 這裡 我有開了這個社團 那你有興趣可以加進來 本來我是想說連手機 但是我覺得現在其實先做電腦就好 手機 就交給那個 前鋒祥他們的寒疾機出來之後 我們再 想辦法把它移過來好了 對啊 那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有興趣的話就來吧 那我已經在城市人雜誌PO了 所以或許 會有些人有興趣 也不一定 Cortex 他PO這個是什麼意思 難道這個是Open Source 再看看 那我有在這邊PO了 OK 差不多 今天第一件事情 先跟大家講這個 有沒有人還想知道什麼 或你覺得 任何的都可以 老師有初步計畫 我們做嗎 初步計畫 其實 起頭我覺得不是問題 大家來了就可以起頭 我 黑客宗是集體智慧 我一直在那邊想 根本就沒有用 因為那些東西我又不會 所以就是 你 人到了現場 黑客宗就開始 那個東西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專長 那你先把人 人找 找多了 一個問題提出來 就有人會說 這個我會 那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想 我想 我再想個十年 我也做不出來這個東西 啊 所以 我覺得就是來嘛 黑客宗就來 就像你去太陽花 沒有想到會有幾十萬人一樣 對不對 是要睡在實驗室嗎 睡在實驗室 睡在實驗室 我不會啦 我會去租個房子啦 或者是他們如果有提供宿舍 我們就看要不要付費啦 要付費都 付付費都可以啦 就住宿舍也很好 啊 反正暑假 我在成大的 學生也都走光 他們宿舍應該是空出來的 對不對 而且 其實 台城清交流文化跟我們不同啦 他們不只宿舍可以睡 他們很多人是睡實驗室的 那實驗室還有桃文木地板的很多啊 欸有嗎 現在還有嗎 現在都什麼 高架地板 那種就不好睡了 但是 我之前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 有很多實驗室都有桃文木地板 可以直接睡在裡面 所以 所以那個OK啦 只要你要求不要太高就好了 那當然 在學校裡面 其實 很多學校裡面還有地方可以洗澡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像遊民一樣 所以現在知道我要做什麼嗎 有清楚的表達我們要做什麼嗎 當然怎麼做其實 其實 Vlog我會寫啦 但是我覺得要把它硬體化是我的困難 那上FPGA我還是會上 可是我覺得實在很慢 懶得鞭 那 只上了幾次就 沒再弄 那可是 所以因為他們可以把整個Open Risk 弄上去 那我相信他們應該會比較快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 Aterra Quotus 2呢 是沒有版權的 是 是免費的那個 使用版 但是免費使用版它有個功能把我關掉 什麼功能呢 叫做 叫做 incremental cut-pilot 增量編譯器 它把我關掉 那我就沒有辦法incremental 每次都要重編 每次都要重編 當然就很慢啊 我猜 那個他們那邊或許 有買 一兩套 那就不用每次都重編了 不用每次重編的結果應該就比較好 甚至他們可能對EDK有什麼 啊EDK的話聽說 好像 好像不需要 它就是 它是全功能的 EDK好像是全功能的 Rilens的部分它好像比較開放 所以它沒有鎖什麼 什麼功能把你鎖起來 所以如果是用 Rilens的話或許也不錯 但是問題是我現在沒有買Rilens的板子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用它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所以我覺得 想做什麼 就去做吧 那 那 會不會 會不會做得出來 會不會成功 這都是另外的事情 那我們在 OK 在這裡其實 我下載一下 下載下載 在哪 download 咦 為什麼我們 這不是下載連結 下載連結在哪 save ok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那個超連結 這個是我們的社團嗎 社團 那這個是我發了一個活動 我好像沒有把它變超連結 這是我們在社團裡面發了一個活動 所以 為什麼要分兩邊 因為社團可能那些人不會來 啊活動的話 通常就 我可以問他們 可能他應該會來 那 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的那個 PDF檔 來 這裡 再來是 其實這些是當初的原始討論 我會想做這個是因為 我在那個 韓籍裡面 就他們在做那個韓籍手機嘛 韓籍裡面我是覺得說 我想要一支這樣的東西 看他們能不能做 本來是我希望他們可以這樣做 當然我覺得這樣不符合他們 當初開發國民機的構想 那所以 所以 講一講講一講呢 就變成 這樣誰啊 劉泰東就問我說 你上啊 我就想 不能我自己上啊 我自己上上不出來啊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啊 那 那就大家一起上好了 好 那有些人就在討論啊 然後 前鋒翔也說 誰說不行 你可以在韓籍裡面 開一個project一起做 我覺得這個好像跟韓籍 實在是差太遠了 不太適合啊 所以後來我就想 那 那 那 既然那個 蘇文玉 他那邊其實已經 open risk很熟的話 就來個黑客手好了 那我就寫小的 他們寫大的 大的由他們來 小的由我來 然後剛好 北漢科技這一條線之前 曾經認識 所以就想說 阿卡 把它串起來好了 那就串串串啊 所以他說 照理講 新大樓七月可以用 有些研討室還沒錢裝冷氣 那我們用舊大樓就好了 不一定要用新的嘛 然後 我就跟他講 兩個月我都要住那裡 看能不能找個宿舍和房子 然後就寫了投影片 他就問我多少人要來 然後 然後找他們學生來幫我們上課 講工具 所以你就可以學到東西 其實我覺得學東西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學校 往往 常常就是 我在上面講 你們在下面聽 我想問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學期AI教到現在 那些程式 你有自己寫過的 你有自己寫過 那個或別的的 我覺得這樣學習效果 其實不會好的 我在上面講 你在下面聽嘛 你要自己做一遍 就會好 你有寫過 是喔 是喔 你在家裡 蛤 你在大學的時候 蛤 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有啦 可是這門課是現在才開的 所以大學的時候就沒有 對 哇你大學也好多年了 所以他們本來八月份就要弄個workshop 是訓練自己學生的 但是現在呢 至少多了一個學生就是我 那 那他本來想弄 Fly Invee計畫的 那 他們其實做的也很實務啦 那FreeRTOS果然是那個 宅舍夫那邊的啦 所以這很清楚 那宅舍夫那邊又可以連到 一票open source的人 那宅舍夫也在那裡 所以 如果 我到時候再問問他 可是他好像 目前我不知道 該 該 扮演什麼角色 不過我覺得一定有 因為他 他對Poting Linux和Android 那些超熟的 如果他們open risk 真的可以上得去 那你就可以把Android或Linux Po上來啊 對不對 那就 那就需要 絕對需要宅舍夫了 所以啊 我來指導我沒那個能力 我只能來學而已 慢慢的希望跟他們黑客送之後 我可以 帶回一些東西 明年的計算機結構 我希望各位可以上到這一台 如果可以上到這一台就太棒了 大概是這樣 好 OK 那 那 很 很不切實際的一個夢想 但是總是要做做看 那我們到了四十幾歲 才在做這種夢 各位才二十幾歲 所以 絕對比我們有資格做這種夢 好 那大概 大概 我每隔一陣子好像都會做一些怪事 那這個是我最近這一陣子想做的怪事之一 那去年做的就是辦了城市的雜誌 那今年呢 做的怪事大概就是這個 開放FPGA 電腦 好 OK 那大概這樣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講了超久的 已經 快那個 啊 等一下應該有人要報告 所以 所以 可以 有些人 就 可以 可以 都有一點 ,有些 雨